Hello 大家好,我是葉先生的Alvin 這一集想要帶領大家體驗復古老鏡的懷舊鏡頭感 那就是我們的Mayor老鏡的特別企劃 好,那我們的正成好朋友呢 寄給我們了兩箱非常特別又精緻的鏡頭 我是第一次收到這麼有質感包裝的鏡頭 因為我以前都是買我們所謂的拍照頭、錄影頭 它其實包裝都非常的普通 那頂多就是有一個氣密箱幫你包裝在鏡頭外面 但是呢這一次因為它是完全由德國人百分之百手工製作而成的 所以在包裝上你都可以完全的體驗到德國人的工藝的用心 一個是一百二點八 那另外一支是三十三點五 那一支叫Lilis,一支叫Trial Plan 這名字我可能會唸錯啦 但是因為它可能是德文發音 所以我就大概唸一下 那接下來就開箱給大家看喔 你可以看到它的包裝非常的精緻喔 我其實沒有看過這種工藝等級的鏡頭的包裝 建立於1896年 1896年大概是一百多年前的時候 最有名的就是這一支 一百二點八 主要呢這一支一百二點八 它的做工其實對焦環 蠻滑順的 但是令我覺得有一點可惜的是 它我不知道是因為設計的關係 它主要是拿來拍照 所以說你前面的口徑 它只有52口 所以說你需要轉接 你才能夠上一些濾鏡啊什麼 但是其實你這個問題不影響拍照啦 另外一顆就是我們的33.5 33.5其實這一顆也非常的特別喔 我一開始拿到這顆33.5啊 我其實覺得30這個焦段有點難用 因為在拍攝人像的時候 就其實會有一點點變形的情況 但是它這顆30 它在光學設計上啊 特意讓你的前面的鏡片 有一點是前欲是有點凸出來的 類似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類似語言的效果 它人們說它的人的背景跟人物的主體 拍起來特別的立體 那這是它最讓人愛不釋手的地方 你拍人或是拍一些近距離的特解的時候 主體跟背景能夠用一種很特別的方式 跳脫出來 人們說特別立體的鏡頭 那其實我看了 我拍出來的照片的畫面啊 我覺得它其實看起來 有一種 有一點類似移軸效果 我不太確定能不能這樣稱呼啦 就是有一種移軸效果的感覺 因為 雖然3.5並不是說非常大的光圈 大家都知道 大光圈我們可能要在2.8之後 2.5、2.0、1.8、1.4 才能叫做大光圈 那但是它只做到3.5 其實 你能說這個叫做大光圈嗎 其實我不太能夠確認 但是它的散景效果非常的明顯 你的人物跟你的背景或是前景的那種 跳脫出來的立體感非常的明顯 還有一點比較特別的是 它的逆光呈現出來的七彩的彩虹光暈 基本上是現代的鏡頭 拍照頭都辦不太到的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拍照頭 鍍膜都非常的好 所以說其實你要吃到這種很特別的光暈的效果的話 其實是有點難做到的 你一定要刻意的找陽光去對桿 在這次的體驗中 對於100的感受 是比較濃烈的 其實我就膚淺 因為100這種這種鏡頭 這種焦段 其實是很能夠拍出一些 你說糖水罩啊 或是夢幻閃景這種 這種效果 特別是它100做到2.8 非常的簡單 就能夠拍出我們所謂的泡泡傘景 人物的那種油畫感 基本上是 不是你在前面鏡片加一點柔膠濾鏡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一些數碼柔啊 還是一些特別的濾鏡能夠呈現的質感 因為它就直接是做在鏡頭的前 鏡頭的鍍膜上的這種效果 我在拍攝的時候啊 其實也遇到了一些挑戰喔 因為這顆鏡頭沒有光 你就拍不出夢幻的閃景 但是又有太強的光 你很有可能就會因為 它的鍍膜比較懷舊一點點 所以你的陽光 射很多到你的鏡頭裡面的時候 你的畫質的呈現啊 抗躍光之類 基本上那是沒有所謂的抗躍光啊 所以陽光射進鏡頭的時候 它很有可能就會 你的畫面會一變死白 那這兩顆鏡頭呢 讓我有一種回到我一開始在學習拍照的時候 用了老鏡頭在拍攝的感覺 因為它其實給了我非常多的樂趣啦 那不像一般的拍照頭 那麼的完美 那麼的 畫質那麼的好 那雖然說用這種老鏡頭來拍照啊 有一點點遺憾 因為你可能沒有辦法在後製的時候 再增添一些效果 或者是把它還原成銳利的樣子 但是呢 也是因為這種獨特的質感 跟不可預期的畫面的表現 才會讓你的拍照的體驗 變得更 更有趣更棒 有機會能夠摸到這個傳說中的白搖 飯骨的畫筆 其實 真的還滿開心的 那推薦給大家這兩顆 非常有名的老鏡頭 那 好 那這次的體驗呢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 也麻煩大家 如果想要看更多我們體驗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啊 把握每次看到我們的機會 因為我們越來越忙了 可能影片不會那麼多了 好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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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有 我們 有 都